邀请第一位求职者 在香港大学 这几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喜欢 就是只面对数字啊 报表啊 就是我觉得会计是一个 有点像数字游戏的这种 我想彻底摆脱我的本专业 我自己其实现在是一种 充满干劲的状态 但是可能还对于方向 有点迷茫 所以我希望能尽快找到 一个明确的方向 燃烧自己的小宇宙 邓楚云 22岁 湖北人 香港大学会计金融专业毕业 大家好 我叫邓楚云 22岁 来自北京 我即将应届毕业于 香港大学会计金融专业本科 上学期间除了学习之外 我还有比较多 担任班干部的经历 我也很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比如大学期间 我曾经在支教项目 做过志愿者老师 也管理运营过 这同一个支教项目 我也带过香港大学 办的一种中学生的 暑期英语交流团 那么我在职场方面 还是一个小白 今天来到费尼莫属 想寻找一个管理培训生 或者各位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老师好 点紧张 在这平台上呢 像处云这样的背景呢 相对比较少 那什么背景呢 一路名校 从中学就是名校 北京四中 基本上班里前十名 然后考上香港大学的本科 然后香港大学呢 是先委托浙大上一年 是吧 然后再去香港大学 读了这个 会计金融的这个本科生 这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然后但是他自己呢 不太喜欢这个会计与金融专业了 他觉得他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的这样的职位 所以他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应届生 应聘到企业 一个先做管理生 然后希望能够进入比如说市场啊 销售啊 这一类的职位 所以你很优秀 我推荐你 谢谢老师 我说一转比 刚开场你就要说话 我主要表示我很伤心 因为我们这种互联网金融企业 我做了这么久 看到了这么多 很少遇到一个学金融的专业的学生 那现在好不容易一个学金融的 他居然对这个事情不感兴趣 瞬间心就碎了 楚云你知道吗 刚才呢在台下的时候 已经有人悄悄告诉我了 说这个申磊呢 打算跟我打一架 博视团新成员于景书 财家网站CEO 财家网站 致力为用户提供投资理财 股票配资等多种全方位 个性化的普惠金融咨询服务 以获人权李冰冰黄晓明战略入资 并有望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 全产业链互联网金融平台 所以我听到了以后 你不选择金融的时候 我也是 没有没有 我们楚云是可以去你们 互联网金融企业 但是我们要干的事 可能是Marketing 可能是Sales 加入这个战局的 可能就不止我们俩的是吗 对 我没有否定金融这个行业 但其实好像你对金融行业 也不是那么感兴趣 对 确实是 对 稍微靠后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会计它主要跟数字 报表这些东西打交道比较多 但我觉得我是一个 就是特别外向 就是喜欢跟人沟通的这种 不喜欢与数字打交道 我还是喜欢对人多一些 我在我住的那个港大的社团 我参加了合唱团 然后我在浙大的时候也是 就是一见非洲鼓 然后一见钟情 一发不可收拾 我也特别喜欢打非洲鼓 对 总而言之 你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但似乎都与自己的专业和工作 没什么关系 倒是热爱生活这一点 对 所以这是一个正反两方面 就是你就是典型的那种 不靠谱文艺女青年 我问一下这个 你因为你这个求职写的是 管理培训生 然后第二项是 老板认为我适合的工作 是吧 也就是说你自己确实对自己的职业 有没有一个想法 比如说我愿意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我比较偏向就是 比如说销售或者市场这种 跟人沟通 你做过销售吗 确实没有 除了销售之外 比如说市场方面 你有经验吗 你策划过一些事情吗 没有经验 就是我策划过 比如说像舞会 或者是我们暑期支教培训的 这个培训课程 就是这些策划过 有一个亮点 你的英语是雅思7.0 对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他的英语水平 可以啊 那我是 这是一个在美国回来留学的大一学生 大一学生 而且他也是单身的好青年 对吧 Hello how you doing I've been engaging in this program only you very good My name is Elliot it's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Lucy Nice to meet you too Okay thank you And from what I've heard so far I see you as a top student Thank you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Right Thanks yeah Would you recommend me some Would you suggest me Strategy that That would help me To be a top student How to be a top student That's a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think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your I think Your major Your courses And also you have to do some Lik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to enrich your experience And improve your skills to be a top student Yeah Extracurriculum Yeah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Such as what Such as I think some You may take part in some sports teams Or cultural teams Or some activities like volunteer teaching Or like summer exchange programs Anything you like I think Extracurriculum 獎勵非常好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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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 考虑比较顺利的 也是让我知道 他语言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你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要求 5000加 5000加 有地域的限制吗 最好在北京 第一轮选择 去火流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所以说从这个环节 大家可以看学历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不是因为你是港大的 估计在第一轮的 这样的面试效果过程当中 估计很多灯已经灭了 好吧 那你就抓住机会 他在天生我有才环节当中 要表演一个非常奇门的武器 非洲鼓 来 把非洲鼓拿上来 杜老师 这个环节必须得有伴舞 圣磊来吧 我们请中波上来 中波跳舞很好看 这个是 我们一起 圣磊你要不行 然后可以列地打滚 通常跳非洲舞 打非洲鼓的同时 旁边都会有四肢肺 散开一点 来 可以开始了吗 好 我先教大家这个歌 这个歌特别简单 我先唱 我唱完 之后 大家接 哎呀 哎呀 我们说哎呀就行了 对 然后我再唱 大家再哎呀 对 后面我接着唱 然后后面的大家跟我一起唱 哇 你这个一狗拉一狗到底啥意思 这个中国意思是什么 没有 这首歌整个是一个就是面具舞 就是男人戴着女人的面具跳舞的这首歌 男人戴着女人的面具 对 就是歌颂女性的 这几个是女人戴着男人的面具上来的 男生唱正好 就是男生戴着女生的面具 对 来吧 后面继续 后面我唱 C go la y go C go la y go 大家跟我一起唱 Wa one go C go la y go Wa one go C go la y go 然后第四遍就是高一点掉 就是Wa one go C go la y go Wa one go C go la y go 来 这样啊 我们下面有个小女生学得特别的好 是吗 我让她来领唱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我们把她拉上来 上来吧 好有喜感的啊 拿着 舞声起了后面 基本男生就可以自行扭动 对 群魔乱舞 对对 好 那我开始唱 然后希望大家借我的双手 一起鼓个掌 对 嗨一点那种 谢谢大家一会儿一起一起鼓掌 好 来来一个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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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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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来一个高楼飞 高楼飞高楼飞 咱们华特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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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来一个 四个来一个 花玩过四个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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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辛苦了 更长发挥吧 虽然 但是也没有顾到后面的老板 我觉得我自己打的什么 带大家唱歌还可以 其实我刚才看你的沟通能力还不错 但是你在刚才 天生我才这个环节里边 没有很好展现你的领导能力 在过程里边 你需要安排他们来配合你的节奏 展现一个非洲谷的特色 但是整个现场都是一个自嗨的 你很自嗨的去表演 他们几个boss在自嗨的各而各的 你觉得 我们在现场去做一个marketing的活动 这是一个成功的演出吗 如果从演出的角度讲 肯定是不成功的 就是可能观众看到 后面有人在驱魔乱舞这样 但是我觉得几位老板 刚才应该是挺开心 确实是我的疏忽 就是我没有照顾到后面的老板 再看一下PPT吧 来解读一下 这个是我在港大的 暑期文化交流团做助教 就是我们平时要辅助外教 进行课堂活动 然后要组织学生们的课外活动 然后照顾他们的生活 下一言 谢谢 这个就是我去支教的照片 是去内地的片的地区 对 内地 这是在四川 十方的一个 就是镇后对口元件的一个小学 然后担任志愿教师这一年 我也是我们团队的队长 下一言 谢谢 第二年我就做了 我们这个夏令营的都学 那么我们是要管理 47名来自港澳台 包括有些海外大学的 这些大学生研究生 包括要协调我们16位 从当地来的班主任 我们要这个hold住 这个6个星期的网络讨论 包括11天我们集中在深圳 跟香港的培训 都是我们三个都学来负责的 那么之后两周的夏令营 我们要一个人负责两到三所学校 去要实地看这个团队 在当地这个支教的情况顺不顺利 然后上面是我在培训期内的一张照片 下面就是我们志愿者们 在培训的时候的一个开会的一个画面 对 这个整个经历也是给我的收获和成长非常多 我就感觉整个人就变强大了 对 然后下一页 谢谢 这个是左边是我第一年做志愿者的一个 优秀志愿者的一个证书 然后右边是我做都学这一年拿到的这个推荐信 好 下一页 谢谢 这个就是我在浙大的时候 包括在香港 还有我们暑假去巴厘岛 就是各种打非洲鼓的演出啊 活动之类的 就非常嗨 就我们所有人都穿着非洲的那种衣服啊 然后有很多鼓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气氛会特别不一样 然后下一页 谢谢 就生活当中我自己也喜欢做饭 喜欢吃 就是自己是个吃货 对 我也很热爱生活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种子 然后我希望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壤 然后爆发自己的笑意咒 谢谢大家 楚音 我特别想了解 就是作为一个不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人 你到了那边有语言差异 有文化差异 你怎么会这么快就能融入 而且在各种社团当中 能够担任一些领导 或者说一些管理的工作 我觉得可能就是 从小我家长对我比较放养 所以我比较独立 而且就是适应能力也比较强 就我去香港 一开始确实什么粤语啊都不懂 然后但是基本三四个月就能 跟他们交流就没有什么问题 他属于扔到哪个嘎啦堆里面 人家都喜欢那种 对 我觉得他就是自信满满的那种 充满了正能量 那就让我换个角度来问你 就是当团队当中有冲突的时候 你习惯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比如什么样的冲突呢 比如说大家意见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要各输几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会让大家 每个人都阐述自己的想法 就是你这样想 原因是什么 那么我们每个人听过去之后 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会觉得 谁谁谁说的会比较有道理 那么当这个范围选项缩小了之后 如果还是坚持有几个方向 那么也许我会让大家 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如果非常急要做出一个决定 我会让大家投票 对 让彼此之间的言论 尽量的到最后优胜略态 形成最后的两套 对立的 更有效的 彼此之间的争论 然后再进行考量 对 你今天有一项企业吗 咖啡之一和函树 对 咖啡之一和函树 什么理由 如果是咖啡之一的话 因为我对餐饮行业也比较感兴趣 想吃 对 然后函树是因为就是美丽事业 美丽事业 比较感兴趣 对 来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几盏灯 函树为什么灭了灯 说实话其实我第一轮的时候就有点想要灭灯了 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到它适合函树的能力 但是我真的是留给你的香港大学的这个学历 但第二个环节我一直期待着你能够展示出来一些能力 但事实上真的表现力不足 我觉得你今天一定是判断错误 我特别喜欢这个女生 但这个女生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在团队当中的作用 不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一定是有它的肯定作用的 它能够给团队当中传来一种特别正向 特别让人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它的这种特征呢 就是说它是革命一块砖 哪需要哪搬的这种角色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梅向荣开始 我们给你提供的是管理培训生 那么将来是如果有很好的发展 你自己有可能适应的话 我相信应该很好的聚会 工作地点在北京 张阳 主任我觉得你的与人接触和与人沟通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们一桃星空集团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全国加盟连锁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我提供给你的岗位是一个管理培训生 它培训的一个方向到最后是市场渠道的BD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我们市场策划和执行这一块的 那主要工作是跟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种 有大流量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做融合 那这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些活动 开不知以为你留的岗位是为大学生和上班族准备的熊样项目事业部的管理培训生 未来你的输出方向有可能是运营市场培训 这都是可以胜任的岗位 进入我们的长青屯管理培训学院之后 你会成为这个明星项目事业部的管培生 好 谢谢 EHI作为纽交所上次企业 我们在全国有非常多的业务 那么我们也有很运营了好几年的管培生项目 优秀的管培生呢 我们还会送去美国考察和学习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就是管培项目 我给你我PVgo项目的管理培训生 可以将来输出方向是市场和客间部 谢谢 考虑一下 七盏灯灭掉五盏留下两盏 去吧 谢谢 谢谢 有请申磊颖峰谈钱不上感情 来 五千加五千加有什么话想问他们 我是想问一下二位老板 就是我怎么样具体确定我 就是管理培训生之后的那个方向 就是比如说轮岗的顺序 和之后确定的方向 对 是怎么样确定 我给你的是市场策划和执行这个板块 直接是做市场相关的工作 你在熊样项目事业部里面 从管培生入口的话 先接受我们内部 现在正在对储备干部 所开展的 长青藤管理培训学院 经过两到三个月的 培训考核之后 你可以从营运和市场 培训这三个角度分别去轮岗 我现在觉得这三个岗位都比较适合你 还有问题吗 没有啊 来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咖啡之一 理财范 或者是谢谢再见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一 最后我还是更偏向于自己的兴趣多一点吧 就是餐饮方面 对 管理培训生轮岗 然后可以尽管找到最合适的那个方向 然后之后好好干 咖啡之一